如果你是那种传说中常常免费帮女孩子修电脑的好工具人 或者说你是学校里面很可怜的系统管理师 常常动不动就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那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一个easy to boot程式 那它是一个超级简单就能制作支援UEFI或MBR的超强USB多重开机工具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 基本上不需要什么设定 你只要照着步骤一步一步往下走 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多重开机的工具了 那在开始之前呢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准备的 首先你要有一个大容量的USB行动碟 因为这取决于你要放多少种安装系统在里面 那你当然容量越大你可以放的就越多 那因为我手边只有32GB的行动碟 所以我确定32GB是OK的 那再大可以大到多少我是不知道 那各位网友如果你愿意提供 当然最好了我就可以来替大家实验 那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大容量的行动碟 再来你要有各种安装系统的ISO档 那像Windows它都有提供很多ISO档在网路上 你可以去下载 当然记得要是合法的 再来呢 如果你要制作多重开机行动碟的时候 你要暂时关闭防毒软体 因为Easy2Boot它有些行为 被防毒软体会误认为是病毒 所以记得先把它关起来 这样子你在制作多重开机碟的过程 才比较不会出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怎么下载和安装它了 再来我们下载和安装